你好,我是雷贝贝 很多同学经常问我 老师,站了你的图你是用什么工具绘制的呢? 有哪些高效的项目管理工具吗? 今天我就来做一个工具方法串奖,一并满足你 在这一奖中,我会结合几个常用的工具 从WBS工作分解,到制作干特图,里程碑规划图 再到任务管理质量卡点,项目全局视图 为你一步步讲解可操作一上手的方法 手把手带你高效管理你的项目 那另外呢,这是硬技能片的最后一讲 所以我会在最后对这一模块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帮助你打通整个知识版图 好了,那我要介绍的第一个工具呢,就是WISO 我在第五讲中介绍排气地雷时啊 很多人在留言区问,小琴的计划是用什么工具做的呀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看小琴的第三版计划 是怎么画出来的 如果你对这部分内容不太有印象了 可以先返回第五讲复习一下 作为Office官方提供的图表工具啊 WISO可以帮助我们轻松直观地创建 干特图、流程图、组价格图等等内容 今天呢,我就结合具体例子 来讲一讲如何使用干特图来完成WBS工作分解 接下来我们一步步来看 需要提醒你的是,为了方便你最直观地理解这些步骤 我给每一步都配上了一张图片 你可以边听音频,边看文稿中的图片 那如果你现在不方便查看 听完音频,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一下 第一步呢,是选择并创建干特图 在WISO中选择新建之后啊 你就可以看到各个类型的模板 你可以搜索,也可以直接选择干特图 选择好样式之后啊 你就可以点击创建,获得模板了 创建完成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标准的干特图模板 其中横轴是各个分解任务 纵轴是我们需要展示的属性 第二步呢,就是按照WBS工作分解增加或删除任务 你在选中表去之后啊 点击右键就可以看到新建 或者删除任务的操作链接 这时你需要逐条的录入WBS的工作项 第三步呢,是拆解子任务 对任务进行升级或者降级 对于小型项目来说啊 一个层级的任务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但对于比较复杂的项目来说 你还需要进行子任务的拆分 在WISO的干特图中 你可以使用降级来完成 把任务降为子任务的动作 用升级来完成把子任务转为任务的操作 在具体操作时 选中任务之后 点击右键将其降级 这时候你选中的任务 就会自动成为表格中上一级任务的子任务了 那子任务在格式上会有缩近 而主任务呢 在右侧的日期区域会拥有标识 在完成任务拆解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第四步了 也就是配置任务属性 在制作干特图的时候 我们希望重要的信息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所以呢 除了基础的任务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等等 我们往往还会添加一些属性 比如资源名称 完成百分比 持续时间等等 另外啊 除了计划的时间 你还可以添加实际开始 实际结束 或者是持续时间来记录项目的完成情况 那在具体操作时 选中表区 你就可以顶级右键 插入列 并选择想要插入的列类型 Viso也支持用户自定义的字段 还是比较灵活的 在项目规划中啊 我们还需要厘清任务依赖关系 并借助链接任务功能来完成在图上的展示 所以最后一步呢 就是设置任务的依赖关系 在具体操作时 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表格 它非常详细的展示了相关的操作步骤 在选中有依赖关系的两个任务之后啊 右键选择链接任务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取消依赖关系啊 可以点击取消链接任务 也可以在日期区域直接选中任务间的连线并删除 好 那三个区域的配置完成之后啊 我们的干涉图就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了 其他几个干涉图的模板也是类似操作 只是初始提供的模板样式有略微的不同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挑选和调整 那到这里啊 第五讲中小型的第三版计划就做好了 我把计划的图片贴在了文稿里 你别忘记去看一下 那在任务规划期间啊 除了WBS工作分解和干的图 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反映各个阶段 时间节点的整体里程碑规划 那也就是小琴的最后一版计划图 里程碑规划图的绘制啊 也可以在VSO中轻松的做到 同样也是五个步骤 那这五个步骤的图片 我也附在了文稿里 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 第一步呢 是选择并创建日程表 首先呢 你要搜索日程表模板 并且选择合适的日程表模板 那么就开始进行我们的里程碑制作了 VSO呢 主要提供四种模板 分别是日程表 快撞日程表 垂直快撞日程表 和展开的快撞日程表 那这个展开的快撞日程表 主要是用于展示日程中 某一部分的详细信息 在创建好日程表以后呢 第二步呢 就是选择日程表形状 或者时间线 需要注意的是 日程表的使用和干涂图有所区别 日程表主要是通过 使用VSO工具中的日程表形状 来完成展示 那你可以把你需要的形状 拖动到画布上 并进行先属性的配置 那除了模板中提供的时间线呢 我们还可以自行拖拽其他三种 分别是圆柱形 线形和快撞 那将图形拖拽到画布以后啊 会自动弹出配置日程表的选项 在这些选项中 你可以选择时间段和刻度 这时啊 基础的设置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是第三步 设置里程碑时间 那你需要将里程碑和间隔形状 拖拽到画布上 进行日期的配置和形状的调整 以标记那些重要的日期 那可以选择的里程碑形状呢 有线形 菱形 针形 双三角形 X形 三角形 圆形 正方形等等 你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根据自己的习惯 和定义 来进行使用 当然需要调整时 你可以以在右键 配置里程碑的属性 更换里程碑的类型 除了特殊的里程碑节点之外呢 我们有时候还会标记一些重要的时间间隔 那第四步就是设定时间间隔 你可以选取软件界面左侧 形状当中的间隔 把它拖拽到时间线上 并进行间隔的属性设定 这样呢 就可以完成时间间隔的标注了 Viso提供的时间间隔类型呢 有方括号的 花括号的和块状的 那这些布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第五步了 也就是增加今日标记 在项目的进程中啊 今日标记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你可以选择自动描述位置 在项目进度的查看中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签 来进行进度的观察和把控 好到这里啊 小型的最后一版 里程碑规划图就做好了 我同样把图片贴在了文稿中 听完音频 你别忘记去看一下 做完了计划之后啊 你肯定会问 那我该如何跟进这些任务呢 这时候啊 你就需要一个任务管理平台了 那在我试用过的 多人在线协同工具中 Tower使用起来 无疑是最流畅的 上手也非常简单 同时啊 它还提供了移动版的app 微信里面也可以用 那我在几分钟之内呢 用Tower做出来了一张干的图 整个过程操作起来很简单 你可以用任务清单 来完成WBS的工作分类 在面板上直接拖拽 调整任务的时间安排 和任务之间的前后依赖关系 我给你提供了几张参考图 你可以返回文稿去查看 在任务清单上啊 你还可以给每个阶段设置 清晰的完成标准 比如说设计阶段的完成标准是 需求稿和设计稿 公开评审通过 且未处理的反馈数 小于5 那在监控阶段 你还可以通过应验 来了解项目进展 本周任务 延迟任务 以及项目成员延误率 同时啊 你还可以通过看板 看到项目全局的各个环节 那不得不说啊 这是一个简单高效的 任务协同管理的神器 那讲完了任务管理工具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质量管理的工具和方法了 在质量管理这一讲中 我给你分享了 通过设置质量卡点 在过程中保障质量的方法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 你需要一款好的 DevOps配套工具 研发的流程和标准管理 是所有团队都会碰到的痛点 团队越大越是如此 随着团队规模的扩大 如何保障高效率 高质量的交付 自然就成了技术管理中的 首要问题 在网易内吧 我们使用OpenMind的企业效能平台 来做全研发流程的 规范化管理 在网易某个明星产品 8亿的用户规模之下 日均15次上线 交付周期缩短了58% 依然能够保障超高的质量标准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就是 在流程中设置质量卡点 OpenMind呢 把以前很难推进的编码 提交等规范化动作 变成了由工具来中心化控制 把以前口头描述的质量效率问题 变成了标准化数据来度量改进 为了方便你理解 我给你分享一张 质量赋能的参考图 那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一下 这样的DevOps工具 让整体技术和质量管理有了尺子 有了抓手 有了助推器 在微服务啊 DevOps盛行的时代啊 像Online这样的全流程研发效能平台 就成为了技术管理最好的机械 最佳的伙伴 实际上在项目管理的过程当中 要关注的事情真的有很多 工具呢更是多种多样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类的工具之外 你还需要一个纵揽全局的试图 以免陷入细节 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特别是在你跟高层去汇报项目进展的时候 如果一上来就好几十页的文档 恐怕半天都说不清楚 那现在呢 我给你介绍一个足够简单的工具 让你可以用一页纸看到项目全局 更好地进行整合管理 轻松搞定各种甘心汇报 一页纸项目管理为项目描绘了一幅 高度可视化的项目整体图 清晰明了地体现了项目管理的五个核心要素 目标 任务 责任人 时间线和成本 让每一个利益相关人 特别是公司高层管理者 可以快速直观地了解项目整体的情况 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一页纸项目管理 我在文稿中附上了一张表格 那听完音频你可以返回查看 构建这样一个表格呢 需要十二个步骤 分别是确定项目名称和目标 明确责任人 绘制项目取证 划分子目标 拆解主要任务 关联任务以子目标 设置目标日期 完成任务排期 分配任务到个人 设置定性任务 成本的预算 以及概述和风险预测 那在创造这一页纸的过程中啊 你其实会很有意识的 用更加结构化的方式来 从项目全局的视角去思考问题 从而可以加深你对项目本身的理解 你和你的团队啊 只要看到这一页纸 就会明白哪些是最重要的 同时啊 一页纸项目管理 它其实强调的不是面面去道 而是把最有用 最有价值的东西 用最快捷 最简单的方式给呈现出来 那其实这就是透明 这份透明的清晰呢 也会让项目的相关人员各就其位 以主人物的立场来思考和行动 好了我们来小结一下 今天我从可以做出漂亮计划图的Vissel 讲到简单易用的多人协作工具Tower 再到实相全能型的DevOps工具Overmind 最后啊 落脚在纵览全局的极简主义生气 一页制项目管理 只要你能把这几类工具啊 搭配起来使用 并且真正用好 就足以应对日常基本的项目管理需求了 最后啊 我与张表哥带你梳理一下 应急能篇的主要内容 我同样把这张表哥附在了文稿里 听完音频 你可以返回文稿 对照着表格中的内容 及时的复习一下感觉深复的地方 下一家 我想跟你聊一聊 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学习 希望可以进一步的帮你巩固学习成果 那如果你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 有什么特别需要解答的困惑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欢迎唱所一言 我在留言区等你 也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